Hello 大家好 我是莎姐 其實這次想跟大家說說 傳說中 暫時還未得到官方的開刊 有可靠消息說 將會延遲一年選改 我們先聽著 總之一日政府未公佈 我們都準備好9月6日 雖然這個延遲的機會率很大 但也不要緊 先聽著 如果真的延遲一年會有什麼人受損害呢 就很好笑 莎姐在想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因為現在很多人為了 不明我們這邊 叛國 賣港那些人 為了能夠入閘 就什麼都說 我是不會叛國的 我不支持港獨的 我一定不會招攬美國 可以不招攬美國 不過要招攬英國外國 如果真的正如他們大眾預測 六合彩 神婆預測 就是收了表 截了數 11號截了數 才公佈 延遲一年 那會有什麼好笑的事情呢 經常會想一下 如果延遲一年 很大機會就是現任立法會議員 繼續臨庄做多一年 但問題來了 人工如何計算 第二就是 如果現在我們佔47席 我們都是大多數 可能說得很壞 不要緊 他們已經簽了 他們簽了那隻死東西 如果我們現在仍然是47席 有某些東西 就變成我們佔大多數 可以否決或者投票價值 就一下子快刀斬 這一年就搞定它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某些人 尤其是連任那群 他們很多都簽了說 我是不會支持廣道 我是一定支持中國政府 中華人民共和國支持香港 那就是說他們到時 還有沒有藉口拖呢 還有沒有這麼多話說 可以說燈時間呢 可能就不行了 第一 國安法出了 第二 他們簽了那份東西 那你簽了那份東西 那你簽了那份東西是什麼 雖然我現在不選 但你已經表明了意向 對不對 那是什麼 你現在又在 你又在扯貓尾 就是說我現在又在反對中國 又在扯貓尾 可以不可以 好像不可以 那他最多就是投棄權票 也都不能不停拉布 不停這樣搞事 不停煽動人 出街就應該就不行了 嘩 很毒 哈哈 但是 抵他死的 是不是呢 是抵他死的 他不玩得那麼盡 不搞得我們香港爛死 他就不用今次今天這麼知道 按什麼 你要想一下 當美國 其實如果我們先選了 那他們美國都 11月選舉 那他們都是會 泵水過來搞 搞混亂香港 然後他們才會有這個 香港棋 來搞他們的選舉 尤其是那個 那個瘋子佬 Donald Trump 但是 如果我們是 遲過美國選舉 就是說 沒有了香港這隻棋子的時候 那他還搞得什麼出樣呢 就是 他怎樣搞香港呢 他就要想其他方法 你 捉他自己的民調 捉他自己的選民 但是 現在好像 經濟派打不動 因為 內地 其實都不只是我們內地 其實其他 歐洲國家都是 開始丟掉美債 原因就是 大家看不到美國經濟 的能力 還可不可以有機會還錢 或者 他還有沒有本事還錢 大家已經很害怕 最害怕就是 他的美債變了廢子 所以很多人都 丟掉了 丟掉這些美債 這樣 盡量將美國的債務 在市場上 減錢 這樣 這樣 所以 美國經濟派打不了 都沒有了 那 什麼政治牌 香港 如果下一年才選的話 那 對我們當然是有利 因為下一年才選的話 就會看 今年 11月 美國 是選了什麼總統 特朗普連任 他到時候 為了經濟 又什麼都看不到 我們是好朋友 而 拜登上場 也好 他也會因為經濟 或者疫情 而 不敢對我們 你想想 他不是不用錢的 他給錢來搞香港 他也要給錢的 加上 現在有國安法 他們很多特務都要 慢慢遲早 他對於內地 或者收集情報 或者各方面 都開始減悶的時候 其實是會有利 我們自己 下年的選情 你想想 現在 開始的人 都開始已經 意識到 那個 黑暴 或者不要說黑暴 疫情 主要是大家 意識到 原來沒有犯開 是這樣的情況 但現在不是最差 現在不是最差 你想想 現在才是一個 中期 派成績表 還未是最差 因為疫情還未完成 而另一件事 就是 現在 政府高層說 全日堂食 即是說 其實又有一批人 他 他本身 可能日後 可以做 全賽 適應 洗碗 那些 全部都沒有 工做 你現在 因為現在沒有 藏食 你全部都外賣 我不需要 洗碗 你回去吧 我不需要 有人全賽 回去吧 甚至 我不需要 有人拖地 不是 有人拖地 可能我本身 清潔 即是一天拖兩次 三次 擦桌 不停地擦 現在我只需要 臨收舖 那時候 你來一次 洗一洗 就算了 是不是 其他不同 需要 或者要一個外賣送 送貨員 不停地送外賣 但是這樣 如果 出事 外賣 那個人 又是 遍你開花 其實政府 想一些事情 很奇怪 他覺得 這麼堂食 就可以禁止疫情 你應該禁人群再集 你最不守規矩的人 就是那群黃營人士 我們這些守規矩 去到哪裏都不會有 你不守規矩的話 去到哪裏都會有 難聽些說句 如果你是要這樣 等一會 叉燒那個 要不要禁止所有燒納電 你怎麼知道 砧板乾不乾淨 等一會 叉燒那個 有菌 那不是整個叉燒都有菌 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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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菌 等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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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菌 那你不如不要吃 好嗎 等一會 有些人說 自己都有菌 那你不會用 你不要鬥薪 不要花錢 你不要出去做事 就是 有時 這些就是 一些 政府高層無能的時候 而我們立法會 他又指令不到的事 當然我都不排除林鄭 都是 所以我覺得 其實 退後一年 是可以穩定大局的 因為大家一年之後 對《國安法》已經了解了 應該說 就算不了解《國安法》也好 起碼知道《國安法》對我們沒有任何影響的 整年都沒有事 就是沒有事 是不是 其實 由始至終 我沒有看過《國安法》 有屁用嗎 都不關我事 是不是 我不信我會有事 所以我不看都沒有事 你要看《國安法》的人 就是因為自己害怕 才要不停地看著 我會不會踩到哪一條線 我會有什麼法律 可以走 當你都沒有這件事的時候 你實在地安心 可以令市民 對《國安法》 或者是對其他事情 開始穩定了 那沒有那麼擔心 那選舉會公平一點 加上 疫情又可能已經搞得點了 因為如果內地是 有疫苗的 已經講到明了 會預留給我們香港的 看別人對你多好 心想 你這樣對別人 別人都這樣對你想怎樣 這些就是所謂的 血龍於水 有好東西要記憶自己人 這個就是事實 但你怎麼對人 真是問心 說起來也覺得有少許瘦 然後大家已經可以 逐步逐步看到那些 所謂那些 叫做 叛國賊 所謂那些 什麼 那些 立法會議員 尤其是叛國立法會議員 即是經常想港獨那些 已經看到他們的謊話 是大到什麼 相信 日未來也會有很多 年青人開始見識到 原來自己只是被人利用 他們為了他們份量 即是 未來十萬元份量 當然十萬元份量 只是一個 涉牙 當然他背後還有 因為煽動你們 搞很多宣傳活動 即是大家知道 這麼多大型集會 籌款籌不少 這些才是真正的水 這些才是真正的錢 所以我自己都很希望可以退一年 大家就等多兩天 等多兩天 很快就知道消息 到時候真的要退一年的話 我們要第一時間去超市 買好一些汽水 薯片 什麼 然後就看看美國 灑魚大選怎麼玩 到時候就輪到我們隔岸觀火 看看什麼美麗風景線 這次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希望陸陸續續都會有好消息 OK 拜拜